民众党大政杖开记者会 说明总统大选政治现金争议 搬出一箱箱单据 经过两天比对账务 发现会计师漏报至少15笔 1800多万元政治现金 更在未告知情总的情况下 自行虚报账目 我身为竞争总干事 还是要在这边向 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表达我们的歉意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漏报 短差 虚报 就是这整件事件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是这中间没有人 未造任何发票 也没有人未造任何支出凭证 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 时任柯文哲进总的财务长 李文宗鞠躬致歉 强调亲自签合所有凭证 但因为人力短缺 委托会计师登陆 对福报完全不知情 其实我也相当紧张 我知道说事情的真相 绝对不是电视上那些名嘴 彻底在讲的是那样 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那种灯打的业务 全部外包 就会有人便宜行事 你知道 那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监察院补证资料 民众党也代替爆出 授权金争议的木可公司发声明 宣布暂停营运 捐出银鱼 担心引爆信任危机 民众党上下启动拆弹 只是被指控造假的会计师端木正 曾是民众党部分区提名人 也担任过中央委员 关键人物缺席记者会 一律仍待说清楚 新唐烈士胡宗翰刘兹 台湾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